今天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WCBA内蒙古队和四川远达美乐之间的一场争夺战 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 在今年总决赛的首场比赛当中 四川远达美乐和内蒙古农信就是在总决赛当中几个赛季就能够杀进总决赛 其成绩确实相信王贵之知道在回来之后 也对王有萌进行了更多的这种心理上的疏导 也强调他这个位置的错位是有优势的 要赚9人得分 确实从轮转阵容上要表现的要更好 韩旭低位强攻李月如这球被封盖 低位的李月如 今天韩旭李月如两个人都有对位 有前场篮板有二次进攻有低位有防守 相当出色 低位的一大一 李月如和韩旭之间 这是现在中国女兰两位内线领军人物之间的直面对话 第一板球拼抢的也非常积极 这个球应该是咱 王雪萌这个球发出来给到韩旭 进攻没有 前场篮板再打两分 又一次利用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 背身面对王雪萌 这是一个错位 四号位去打二号位 好球 吸引弱策夹击之后 迅速将球四号位的位置上表现的就非常好 前场篮板的二次进攻加外线的投射 最终帮助中国女兰也是拿到了那些亚军赛的冠军 很年轻的高宋 时隔12年之后 已经很少站到外线去做这样的三分线外的出手 但是今次之间的一对一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反掉篮下好球 韩旭就地挡拆 拉空一侧之后一对一的单打 利用步伐转身之后 想去强打韩旭 没有能打成 打转换进攻 张文来往前推 稍微等等好球 这个球又是高宋和韩旭 两个人在非常漂亮的一次反击 张文来的球倒的也很及时 在取得力波二次连胜 但是在总决赛首场 这又是一个换防 非常清晰利用上线的挡拆 迫使韩旭 打转换进攻 这球被韩旭守了个正着 因为高宋你如果不跟出来 黄自禁外线投得很准 上一上九中六的三分 如果跟出来 那么整个低位的空间就有了 这边下线的夹击 今天 四川队的防守 针对性有所加强 韩旭收在里面去做护框 让高宋在 轴区和低位进去 八字掩护之后的包切 形成一个往落侧的挡拆 然后轴区跳投没有中 回球到高位 这是一个下线往上的 非常好的定位掩护 快攻都防住了 又是一次换防 韩旭往低位攻 这球 又是让韩旭 首个正着 细微的收声当中 能听到乌拉提指导 最重要的还是说要防守 要加强自己攻守转换的节奏 我们看到 李月如现在站到篮下 面对王雪萌 这是一个明显错位 内蒙古一共全场 11次失误 而四川队全场 是送出了20次失误 同时呢 被对手的抢断 如果是一个错位 马上就去绕前 征球 对篮板球的保护 双方的这种 机器性都非常高 杨立维突进来之后 大打小 面对韩旭的防守 掉内线 这是一个小打大的机会 也出现了失误 进攻能力 低位脚步也好 而黄思静 则是一个空间形的大个子 转换进攻 四川队这边 李梦的外线出手 没有能打进 形成了一个单挡掩护 外线的出手 空间和机会 手提手 挤过 连续挡拆 防守的阵型 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同时也有利于 冲向前场的篮板 这是 看一下 四川队这边高送 四号位上的强攻 漂亮的脚步 没有能够打进 有些可 低位想打一对一 今天 四川队显然对人员的使用 整个阵容的轮转的发掘 显得更有信心一些 好球 这边 韩旭 一直跟得非常紧 而且他和黄思迅之间是可以做 很轻松的换防 好球 挡拆之后 顺过来 过程当中的 耐心显得 并不是特别够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突破 分给韩旭 中头投进 还有八秒 王思雨 去找挡拆 突进来了 突进来之后 主要球员会带来一些体能上的帮助 留有余力 好球 韩旭的一个半转身要球之后 直接 果然站一个牛角 往上线做挡拆 好 这次选择了换防 就是不给三分 上一个暂停要完之后 看来 而且今天在解决对方双高的时候 做的也还是相对比较不错 这个球 控制比赛的局面 保持这样的领先 保持着优势 哇 这个球防得非常拼命啊 杨树瑜没有能投进 韩旭又保护下一个篮板 转换进攻 连续的突破分球之后的周转 低位韩旭 今天篮板球保护的相当好 处理球稍微急躁了一点 吕月如拿到篮板球之后 再抢第二个篮板 再分出来 陈吕月投篮被封带 李月如再往内线交 这球倒地了 两个人在地板球的争抢 接发球之后反跑 球回到拔球线附近 李月如的出手投篮偏狂而出 已经出现了两次 就是没有看表 这个还有两三秒的进攻时间的时候 从巴特尔到摩拉提之岛到贾尔岛都在非常关切地看着亚军的这些中国队的战将们来说 尽管此时此刻他们 用什么策略要不要改变 继续坚持绕过几过 还是 好球 漂亮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上一场比赛 能够纽约是全场拿到105分啊 尽管现在双方 在得分端都没有大的变化 看杨淑瑜 中投还是没有 但是呢 时间在一点点 机会 行进间 单挡之后的 三分出手的机会 看一看杨立维 三分出手 磕磕而出之后 好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